这个胖头鱼比碟子还大,我们把它剁成一半 去掉鱼鳍 刮去里面的黑膜,血块,再扣掉牙齿 挤骨上,剁上几刀 放入盆中,准备腌制 在里面加入拍碎的葱姜,用手挤出汁水 一点胡椒粉,再加点料酒 用葱姜,把鱼鳥每一面都均匀地抹到 剁椒取出来,用一个漏手,把它过滤一下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起去它过多的盐分,要不然太咸了 再用手把水分挤干 这个剁椒还有一点粗,我们把它放到砧板上,再给它剁一剁 生姜还有大蒜,剁成末 小葱取葱白的部分,剁成葱花 接着我们起锅倒油 油温为热,我们下入葱姜蒜末 开小火给它炒香 再下入几粒豆豉 全部炒香的,我们下入剁椒 加点猪油,它会更香一点 在里面加一点鸡精,再加一勺白糖提鲜 这个时候鱼头也腌好了,取出把它放到正盘中 取两根筷子,把鱼头架空,让蒸气更好的流通 在鱼头上面再淋一点啤酒 再倒一点蒸鱼齿油 最后均匀地铺上剁椒 蒸锅已经上汽了,我们放入鱼头 盖上锅盖 用大火蒸上8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解盖 撒上葱花 最后在鱼头表面拧上热油 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剁椒鱼头就做好了 刚才尝一下味道真正好 做最道菜不需要放盐 因为剁椒还有蒸鱼齿油,它都是有咸味的 鱼头吃完了之后,我们再下点面条 然后用这个汤炉拌面条吃 特别的过瘾